各位微信前世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继续来讲解 禅解 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 无论是来路 去路 山坡 平地 沼泽 都有不同的 他的残遇 不管你在哪里 都少不了兆胃 所以兆胃 我们一般人很容易患上的毛病 认为瓦斯鲁现在没有造神 不是造神的问题 而是气 真气 和家庭的里面的磁场气场 息息相关 有如这张图 你赵魏 这青龙方 这都可以的 这也可以的 若是 这物相这里 背相 按照位 是不对 在白虎方 按照位 尽量就不要 白虎方的这里 安照位 尽量不要 设计师 你们设计了 请你们都做做好事 要学习 不要认为我是现代人 科学时代了 认为我是很了不起的设计师 哎呦 你的运气好一点 你就排队了 运气不好 人家被你设计安排了 家里的不平安 那你要赴英国 英国 月报 是好不爽 所以我们 要注意 你的灶台 风水学 的奥秘 灶位 应该安于 无相 政治 垂直 或平行 记 安邪对方向 邪方向 有的灶位 比如这样 他是安 哦 你是什么命的 邪向的 不对 你在这里 安的 邪的 也不对 这里也不对 所以灶位 不要安邪的 安邪的 你奇奇怪怪状的问题都会来 印证了很多 所以我们受冤枉的人很多 受冤枉的一大堆 标信利益的 设设计的 装房设计师 建筑设计师 建筑公司 凭着自己的想象 害死人 那划不来啊 所以请各位 做着好事 把别人的平安 看着你们的平安 那样你们这功德无量 你们就神的化身 祖师的化身 功德无量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